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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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病痛 天然的灾害 甚至是死亡 比方说 殖病 天然灾害 甚至死亡 弟兄姐妹 你觉得人可不可以为到将要发生的苦难来做准备 弟兄姐妹 你觉得人可以为到将来发生的苦难来做准备吗 就算可以 都是很有限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苦难会什么时候发生 怎样发生 在哪里发生 还有会发生在谁身上 我想没有人会想到 很平常在街上走过 都会刚刚上面飞条铁来砍死的 也会这样卡桥 给上面掉下来的铁枝夹尺了 因为苦难的不稳定 我们一般人都不会将苦难 当成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一般的人也不会把苦难 变成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人知道这个世界有苦难 虽然人知道这个世界有苦难 不过在我们的心里面 总是不希望苦难会临到我们的身上 不过在我们的心灵身处 总会希望苦难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苦难是属于其他人的 是报纸杂志的头条新闻 是电视电话的荧幕那里看到的情景 是电视电话的屏幕看到的情景 是在世界某一个国内发生的事 是在世界某一个角落发生的事 跟我无关的 就像今年2月16号凌晨 发生在土耳其和敘利亚的大地震 就好像今年2月16日 凌晨在土耳其叙利亚发生的强烈大地震一样 香港真的是一个福地 香港真的是一个福地 我们不需要受到这些海啸、地震、洪水、火山爆发 这些天然灾害带来的苦难 我们不需要受到因为地震、海啸、海啸、洪水、火山爆发 这些天然灾害所带来的苦难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个苦难的旁观者 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个苦难的旁观者 我们以一个苦难旁观者来生活 那作为一个苦难的旁观者 那作为一个苦难的旁观者 面对苦难你又会做些什么呢 面对苦难你又会做什么 可能我们会同情啊 那真是惨了 可能我们会同情啊 真的很惨 伸出回手捐些钱 伸出援手捐一些钱 如果我们的研究是旁观者 如果我们依然是旁观者 当天在耶稣的身边 也都有不少 好像我们一样的旁观苦难的旁观者 当天在耶稣身边也有很多不少 好像我们一样的旁观苦难的旁观者 我们一起来到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五节 我们一起念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五节吧 第一节 正当那时 有人将利亚多使加利利的的缘 侵杂在他们祭命中 的事告诉耶稣 耶稣说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 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 所以受这害吗 我告诉你们不时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都要如此灭亡 从此西罗亚来保险了 那死十八个人 你们以为那些人 比一切住在耶稣十万的人更有罪吗 我告诉你们不时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我们同心祭祷 亲爱主 真是感谢你留下你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可以知道你的旨意 主要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 可以得见你的良光 使用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 得到造就 我们要祝福 我们祝福 我主耶稣 基督 圣灵 当主耶稣在这里教导人要尽力 和对头和解的时候 当主耶稣在尽力教人 要跟对头和解的时候 有人就将一件当时应该是几种军动的惨事 就告诉耶稣听 有人就将当时应该很轰动的惨事说给耶稣听 我们不知道发生这件事的详细情形 也都不知道它的原因 因为圣经没有记载 我们不清楚这件事的情形跟原因 因为圣经没有记载 我们只是知道当时的巡护比拉多 竟然带上军队士兵 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来都进行镇压 竟然带同军队士兵人到耶路撒冷的上殿进行镇压 而且在这个镇压的期间 杀了一些加利利人 而且在镇压的期间 杀了一些来自加利利的人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些人会刻意地将这件事跟耶稣说呢 弟兄姐妹 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些人会刻意地把这件事拖给耶稣听呢 我们一起读第二节 我们一起念第二节 耶稣说 从主耶稣在第二节的回应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对耶稣报告这件惨事的人 我们大约可以知道 对耶稣报告这件惨事的人 不单止是想耶稣对这件事作出评论 他们更极大的可能 想借着这些加利利人 所忠遇的灾难 他们更可能是想要借这些加利利人 所遭遇的灾难 来表明自己是多么清白和无罪 原来当时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都会认为灾难发生在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身上 原来当时的犹太人就认为灾难发生在某些人身上 是因为他们有罪所以受到上帝的执罚 是因为他们有罪受到上帝的责罚 当天耶稣的门徒也曾经问过耶稣 当天耶稣的门徒也曾经问过耶稣 拉比这人生来是黑眼的 是谁犯了罪 是这人呢 是他父母呢 拉比这人生来是狭眼的 是谁犯了罪 是这人吗 是他父母吗 是父母呢 不过当时的犹太人对苦难呢 有这个理解呢 也都是有迹可尋的 不过当时的犹太人 对苦难有这样的理解也是有迹可寻的 因为圣经呢 确实是有上帝用苦难 来到境界和扎罚 对他不忠的子民的记载 因为圣经的确有上帝用苦难 来解戒和责罚 对他不忠的子民的记载 不过要扎的也都清楚呢 这样指明苦难呢 并不一定代表是上帝对人的情罚 不过约伯记也清楚表明苦难 不一定代表是上帝对人的审判 主耶稣在第三节呢 破碎了这帮旁观者的安全感 主耶稣在第三节破碎了这些 和观者的安全感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二到第三节呢 我们一起念第二到第三节吧 耶稣说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 你做加利利人更有罪 所以受这害吗 主耶稣在这里说的不是的 并不是说要否定这些受害的人 是有可能得罪上帝的地方 并不是说要否定这些受害者 可能有得罪上帝的地方 而是要指明这些受害者 而是要指明这些受害者 这些人受害 并不代表其他加利利人是没有罪清白 并不代表其他的加利利人是无罪是清白的 主耶稣将注意力由那些被比拉多杀害的人的罪 主耶稣把众人的注意力由那些被比拉多杀害的人的罪 转移到是要群众灰改回转的必要性 主耶稣将问题由邏輯因果的糾纏 主耶稣将问题从罗基因果的救测 主耶稣将注意力由于所有人看到自己的苦难 主耶稣说 你缓约不悔的都要如浅灭亡 主耶稣说 你们若不会改都要如此夜晚 这些没有被比拉多杀害的加利利人 如果他们不愿意悔改 如果他们不愿意悔改 他们不愿意悔若 都要受到末日的审判 都要受末日的审判 主耶稣很清楚地说给所有人听 包括你和我 主耶稣很清楚地说给所有人知道 包括你和我 人类共同的命运就是灭亡 人类共同的命运就是灭亡 同样是所有旁观者的苦难 同样是所有旁观者的苦难 弟姐妹你知道吗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其实苦难是人生活的一部分 其实苦难是人生活的一部分 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而且每一个人所面对的苦难 就是灭亡 而且每一个人所面对的苦难 都是灭亡 主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主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苦难提醒我们要把握悔改的机会 主耶稣跟着呢 又说了一件 因为西罗亚楼堕塔 压死了十八个人的产事 主耶稣跟着所说的一件 因为西罗亚楼倒塌 压死了十八个人的产事 他是提醒糾正大家 不要以为这些活会被压死的人 一定是比其他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更加败坏更加邪恶更加有种 一定比其他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更败坏更邪恶更有罪 事实不是这样 耶稣再一次重复第三节所说的 你们要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耶稣再一次重复 第三节所说的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耶稣再次呼吁所有的人 要把握上帝所想赐的 这个悔改的机会 耶稣再次呼吁所有人 要把握上帝所想赐的 会呆的机会 最近大家有没有煮青红萝卜汤喝吗 最近大家有没有 我 我 是 煮这个青红萝卜汤 我想最近青红萝卜汤都烂死了 我想最近青红萝卜的萝卜 也应该没有人败 在我身边有很不少的人 都很容易地谈论这宗 碎尸案的案情 在我身边有不少的人 也很热特地谈论这个碎尸案的案情 你们身边的人有没有这样做的 你们身边的人有没有 应该都会说一下 他们说死者生前是怎样 他们说死者生前是什么 她前夫又怎样 她前夫又怎样 她家人是怎样 她现在的老公又怎样 这样的里面有可能那样的 很多人都在旁观他人的苦难 很多人都在旁观他人的苦难 主耶稣说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上帝对人的审败 不是因为罪的轻草 或者多化 上帝对人的审判 并不是因为罪的轻重多少 也都不是说这个人比那个人 更加值得被毁灭 也不是说因为这些人 比哪些人更值得去毁灭 主耶稣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主耶稣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在我们有生命的每一刻 在我们有生命的每一刻 都要有面对审判 滅亡随时临到的准备 都要有面对审判 滅亡随时来到的准备 弟兄姊妹 不是在这些人特别有罪 弟兄姐妹 不是那些人特别有罪 所以遭受到苦难 不是说哪个民族 哪个国家特别有罪 所以灾难频频 不是那个民族 那个国家特别有罪 所以灾难频发 每一个灾难都在这发出呐喊 每一个灾难也是发出呐喊 这个世界出了问题 这个世界出了问题 不是头的问题 脚的问题 是身体出了问题 而是身体出了问题 世界上每一种苦难的事 世界上每一个苦难的事 都是一个提醒 也是一个提醒 这个世界已经不是最初的伊甸园了 这个世界已经不是最初的伊甸园 是一个已经破坏了的世界 是一个破坏了的世界 是一个破坏了的世界 不再可谐 人和上帝的关系破坏了 人跟上帝的关系破坏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不再和谐 连大自然都危机四伏 连大自然也危机四伏 人类所居住的安乐土地 随时都可能变成是我们的众生之地 随时可能变为我们的葬身之地 而人类最大的灾难是面对上帝的审败 耶稣要所有的苦难的旁观者 耶稣要这些苦难的旁观者 要他们面对自己的苦难 面对自己的苦难 他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他说你们若不会来都要如此灭亡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将来的灾难要做好准备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灾难做好准备 我们要悔改 要真诚地悔改 弟兄姐妹 你为自己的苦难做好准备了 你的家人亲友又有没有为到将来的苦难做好准备 你的家人跟亲友又有没有为自己的苦难做准备呢 在面对苦难的时候 在面对苦难的时候 人除了要把握这个灾改的机会 人除了要把握灾改的机会 另外要做的就是要寻找上帝的作为 另外要做的就是要寻找上帝的作为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九章二到三节 我们一起大声念 约翰福音九章二到三节吧 《门徒问耶稣说》 《大逼这人生来是何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 耶稣回答说 《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演出神的作为来》 相信门徒在第二节向耶稣所提出的问题 相信门徒在第二节向耶稣提出的问题 不单止是旁观的人想问 也都是正遭遇苦难 也是正遭遇苦难 或者曾经遭遇过苦难的人都想问的问题 或者曾经遭遇苦难的人都想问的问题 为什么? 很多人都希望有个满意的答案 为什么? 很多人也希望有一个满意的答案 第一节目你有没有问过?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问过? 主啊,到底我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要我这样受苦? 主啊,到底我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要我受这样的苦? 为什么要我遇到这样的事? 为什么要我遇到这样的事? 主啊,你在哪里? 主啊,你在哪里? 为什么你要我得到这个病? 为什么你要我得到这个病? 为什么你要拿走我自亲自爱的人? 为什么你要取回我最亲自爱的人? 当天,约伯记的约伯也都不停地在那里想 他也都很想知道 当天,若我记得,若我也不停地在这里想 也很想知道 他有没有犯罪得罪神? 他也没有犯罪得罪神 为什么他会在一天之内十个儿女都死光? 为什么他会在天之内十个儿女都死光? 为什么所有的家产牛羊全部都没有了? 所有的财产有氧全都没了 然后,从头到脚都散了,整身毒瘡 还要从头到脚整整,全身身满不差 第一姐妹,如果你是若白的话 你想不想知道为什么? 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若我 你想知道是为什么? 我想我们不是若白也很想知道 是要知道人类的苦难和不幸的原因 再要知道人类的苦难跟不幸的原因 耶稣的回答就很重要了 耶稣的回答就很重要 不过很可惜耶稣没有抽出原汉 不过很可惜耶稣并没有把那个原汉找出来 他没有回答大家很想知道的为什么 他没有回答大家也很想知道的为什么 他的回答是 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耶稣转移门徒的关注和思维 在人类的苦难当中转向上帝的作为 在人类的苦难当中转移到上帝的作为 在面对世界的苦难的时候 是要思想上帝的作为 在面对世上的苦难之中 要思想上帝的作为 耶稣这句话真的很难明白 耶稣这句话真的挺难明白的 等一下妹妹你明白吗 弟兄姐妹你们明白吗 耶稣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耶稣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 我相信上帝不会这么残忍的 我相信上帝不会这样残忍 也都不需要为了显出自己的作为 要邀这个人一出世就看不到东西了 也不需要为了显出自己的作为 而要令这个人一出生就看不到东西 我想不会有一个眼科医生 我想不会有一个颜科医生 为了表示自己的眼科医生有多高明 而令到自己的儿子忙了 然后把他医治吧 不会啊 应该不会吧 老实说 在风调雨顺 风光明媚的日子 坦白说 在风调雨顺 风光明媚的日子 人可以很容易地来到 歌颂上帝的作为 人可以很容易地歌颂上帝的作为 不过透过耶稣基督 我们可能会看到上帝的作为 我们可能看到上帝的作为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 是我们三一上帝 并不是苦难的旁观者 是我们的三一上帝 并不是苦难的旁观者 他愿意承担人的苦难 他愿意承担人的苦难 耶稣度常欲度成欲生 来到这个世界 转入了人类苦难的共同体 他承担人类的苦难 承担人类的苦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看过 在这个地震的灾区有不少的父母 都会用他们自己的身体来保护自己的子女 也会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自己的儿女 父母就被压死 子女就得以身权 所以我们也压死 儿女就得到生存 看到的真是很深 他大约挺羞心的 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 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 他愿意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中 他愿意为我们的罪 给今生十字架杀 三天后复活升天 三天后复活升天 使到世界上所有的罪人 包括你和我都可以得到永生 使到世上的罪人 包括你跟我也可以得到永生 这些是上帝的作为 这些是上帝的作为 以前教会有一位已经八十多岁的姊妹 以前教会有一个已经八十多岁的姊妹 因为她是一个未足以就出生的七星女 因为她是一个还没有在母亲的体内不够的七星女 所以她自小就体弱多病 所以她自小就体弱多病 不是做这样的检查 又要做那些素描 不是那个检查就是那个扫描 她除了整天要看医生之外 她还有一个很特别 特别连医生都不懂医 没有得医 也都不知为什么的病 她还有一个很特别 特别到连医生也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办法去医治的病 她这个怪病呢 就是她会随时断片的 她会随时昏低的 这个怪病就是她会随时晕倒 等一下她有没有想过 如果随时会暈倒 你敢敢出街吗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随时晕下 你会敢出外吗 好痛苦啊 她是在诊所关工的 她在诊所上班 每次暈倒 每次暈倒 医生都会 扶她去床 休息一下 每一次她晕倒 医生都只是说 扶她去床 休息一下 等一下她就会 一起过来的 这个姐妹她分享这么说 这个姐妹分享说 她试过走到走路的时候晕倒 过过马路又晕倒 划过马路的时候晕倒 她又试过几次醒回 才知道原来 在一个大坑渠 她又试过 几次醒来 才知道自己 啊 为什么在公主里面 不过有一件事 我觉得很奇怪的 不过有一个东西 我觉得挺奇怪的 对于一个八十多岁的人来说 不要说跌到坑渠 也会掉到沟渠里面 普通跌一跌 随时骨都散了 普通掉一下 就是骨也随时会散掉 我踢踢个月饼 骨都连了 我踢到月饼瓜 也不裂了 不过真是不可思议 会跌了这么多次 不过真的不可思议 她掉了这样多次 多到不知多少次 每一次醒来都没什么事 每一次醒来也没有什么事 最多都是挂损了这里 连块胶布 最多也是这边 摊伤啊 一些交付这边的事 弟姐妹 你知道是哪个保守 眷顾着她吗 弟兄姐妹 你知道是谁保守 贪顾着她吗 是主的保守 是主的保守 在她的身上 我看到上帝的作为 在她的身上 我看到上帝的作为 主耶稣说 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她父母犯了罪 主耶稣说 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她父母犯的罪 是要在她身上 显出神的作为 是要在她身上 显出神的所为来 弟姐妹 我们和世界上所有人 都是生活在一个苦难的共同体里面 弟兄姐妹 我们要从苦难中思想人类的共同命运 甚至苦难让人发出的信息 深思苦难向人类发出的信息 苦难在这个世界扮演着一个闹钟的角色 苦难在这个世界扮演着一个闹钟的角色 她提醒我们 叫醒我们 她提醒我们 叫醒我们 要把握悔改的机会 要把握悔改的机会 如果没有了苦难的这个闹钟 如果没了苦难的这个闹钟 我们就很容易就在安逸的生活里面 我们就很容易在安逸的生活里面 忘记了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滅亡的这个苦难 忘记了每一个人也要面对灭亡的这个苦难 在苦难破碎的世界上帝有作为 在苦难破碎的世界上帝有作为 他道成肉身走入人的苦难 他道成肉身走入人的苦难 他也都审判这个破碎冠疫的世界 他也审判这个叛逆破碎的世界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主耶稣愿意救赎 主耶稣愿意救赎 他叫人悔改回转去他的身边 叫人悔改回转去他的身边 他叫人思想他的作为 第一姐妹如果我们不只是在这里旁观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只是在这里旁观 我们不只是在这里抹发心 而是愿意反思的话 相信我们都会看到上帝在苦难中的作为 相信我们也会看到上帝在苦难中的作为 听到主耶稣说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相信我们都愿意关心在我们身边 未信主的人的苦难 而愿意关心身边还没有信主的人的苦难 我们会愿意为他们祈祷 愿意为他祷告 我们会愿意向他们传福音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同心祈祷 主要感谢你愿意写身 拯救我们这些的罪 愿意给予人悔改的机会 求你帮助我们 无论在顺境或逆境 或是在这个苦难的当中 都看到你在苦难中的作为 感谢主你说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的提醒 主啊 求你真是 愿意捉紧的机会 来到向未信主的亲友 来到传福音 带领这些在苦难中 挣扎的人来到认识你 我们的祷告 是父我主耶稣基督 圣灵祈求 阿们